我的想法吧 先一个月之内结婚 这么快就结婚 还一个月 那时候不行 一样啥性格啥性格 你就说在这 你不是没有精神病吗 这没有精神病就完了 这相隔亲咋猴急猴急的呢 我们这相亲是慢慢处 到老了有个伴 这大意可好 相亲成功就结束一个月 没问题就去结婚 咋的 大爷你这么潮流的吗 闪婚都让你玩得明明白白的 这现在年轻人 都不敢保证一个月都闪婚 你这可好一两个月都要闪婚 这是真不怕自己的棺材 本被骗美啊 大爷说了 自己年龄等不起了 要玩就要玩大的 玩刺激的就是要闪婚 虽然大爷条件很吓人 但谁让我们是红娘呢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叔叔 你好叔叔 你忙着呢 忙着呢 干嘛 你好你好 今天来相亲的是杨大爷64岁 当初前妻离家出走几年后 回来跟大爷离婚 解释解释就是大爷被戴绿帽子了 每月工资5000元 你这个什么时候能干完这个工作呀 咱们能聊聊天 大爷你这不对劲啊 刚才你不是说要急速麻利快的找老伴吗 怎么这次咋就不着急了呢 大爷坚决上完伴之后再相接 于是红娘开始了 去帮帮忙去帮自己去给经理请个假 自己是三好员工 不好意思去请假 你让我跟经理说呀 不好意思 咋不好意思呢 这事 不好意思 好员工不好意思 行 那我跟你去找经理 然后跟他说一声 是不是 行 他在哪呢 这大爷是上班以来第一次请假 领导一听 是大爷想追寻真爱来请假 去吧 我给你批价 给我带回来一个老嫂子 老头可是个能挣钱的人 自己每月两千多的工资 还有三千的老宝 最后还把自己的房子也租出去一半 其实老头不缺钱 但是为了自己的后半生 还是要努力挣钱养活老伴 打工以后 我看好像是 卫生环境就是稍微欠绝了一点 是不是 这地下 感觉有点灰了 之前来都干安静静的 没时间的时候上班忙 上班忙 是不是回来也太晚了 太累了 对 太累了 大爷说了 我就是缺个女主人 没人在家里给我打理生活 我自己出去干活也没空收拾 你瞅瞅我早上吃的饭 都没来得及收拾 你看早上吃饭就这样 吃完饭我就走了 没时间收拾 人一般要是乱的话都不带我们看 你这可好乱的话带我们看 是想体现出来啥呀 没时间收拾 找我老爸 我上班收拾了 那当然带你看了 不让你这个红娘看看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酸 让你看了我的生活 你就会好好给我找个称心如意的老伴 那大爷可是个阴谋学家 那小心思把红娘拿捏得死死的 就找个不离不弃的 跟我俩就是一心一意的 过日的不离不弃 我就其实一月两月的话 我来去登记结婚 大爷说了 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 就我这机灵的小眼神跟发光的大脑袋 一个月就能瞅清了老伴的本质 时间紧任务重 主要还是太孤独 话不多说 有请大妈上场 王大妈58岁 上偶退休金2400元 等一等红娘 咱这大妈58岁也太年轻了 跟大爷比那就是一个70岁一个40岁 你这乱点鸳鸯普呢 大妈能接受吗 这大妈也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 为了陪儿子上学 又租了一个房子 自己住客厅其余的又反足给别人 真是既能吃苦又能干活 这么朴实的大妈 找对象有啥要求呢 我想找就是 他在师父母过日子 我也不需要大富大贵 他年龄在这摆着呢 都可以奔溜的人 我就是想啊 然后找个老伴啊 我俩早上锻炼锻炼身体啊 然后中午回来买点菜 两个人一起做个中午饭 晚上中午睡个午觉 然后晚上再去公园留着留着 挺好的 就大妈这长相不得把大爷迷得神魂兼岛的 越说越谢 导演扣红娘工资 就这么优质的大妈 怎么给这大爷介绍呢 这话一没落下 这大爷就拜倒在大妈的石榴群底下了 挺好 跟你理想型的 嗯 对理想说一样 啊 你想象中的找另一半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瞅瞅可能是我 我感觉我自己心太年轻 但是瞅哥哥这面相 没事 你咋想咋说 我这点说不好呢 好像还是有点差距 但是你觉得差距在哪 他个头太矮了 这大妈说话就是委婉 怪不得心太年轻 长得不像六十岁的人 大妈没看上就是没看上 直接说出来 我赶紧给你找个配得上你的帅老头 但是阿姨也表示了 毕竟六十了还要过日子 又不想再培育下一胎了 只要人好对我好就行 那大爷赶紧说说自己的经济实力 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找老伴 我要给我老伴最好的生活 早上起来早上 我就对我吃一口饭也没熟悉 他吃饭 我那个还是厨房做饭的 厨房外面有个小阳台 就是在外面看的 做饭的 看我做饭怎么好 正常一楼是从这个门进来 对 这边进来 一楼不是楼道里面从这儿进来 那大妈性格真的好 乡亲大爷竟然不重视不收拾屋子 要是让前几期大妈过来 那直接就变脸转头就走 哥可能是没有时间收拾 按理说打扫尾声的人应该 应该家里干净 我心里就不带点 是没收拾屋子 没时间收拾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爷一看不对劲啊 我这啥也没干屋里也没收拾 这让这梅妮给我印象太差了 不行我得夸她 让她陷入我的甜言蜜语中 这大爷自从坐下之后 眼睛就没从大妈身上挪开 那红娘赶紧让大爷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跟阿姨说说你两个人以后未来的规划是啥样的 想法是啥样的 然后阿姨也说说 你未来想几年结婚呢 几个月结婚 不是几年结婚 不是咱们那个性格啥各方面可不可以 是不是 哎呀大爷你会不会聊天呢 你俩啥都没了解呢 就直接问结婚的事情 俩人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就开始聊结婚 你这是我做节目以来的第一人啊 大妈可不惯着你 你这老头不老实啊 毕竟还是不了解 刚出五官方看你这还行 挺善良的 能看别人 我也看你行挺好 大爷别咽头水了 你让大妈看见多丢脸 大爷可不管你那么多 我只管说我想说的 我的想法吧 先一个月之内结婚 这么快就结婚了 还一个月 那可不行 这还 不行 也不是 哎呀说好的一两个月都不等了 直接就一个月就结婚 这不开玩笑呢 这大妈脑子被驴提了才会同意 但是大爷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我就是看上你了 我乐意拜祷在你的石榴群底下 只要你不是精神病 那我就追着你不放 但是还不 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啊 伤心起来也挺驴的 你愿意啥性格啥性格 你就说他 你不是没有精神病吗 就没有精神病就完了 你还要理事起来不就是精神病吗 你没有精神病就完了 你还 你就跟我 你就啥笔记 我包容奶奶 完了 那可不行 再这么说下去 这次相亲迟早要晃 红娘赶紧把大爷拉进小黑屋好言相劝 结婚这种大事可要深重考虑 尤其是关于后半辈子的第二春 都被上一任老半戴了一次露帽子了 咋还不长记性呢 所以你一直强调是两个人在一起啊 从认识可能到登记 就这一个月就行啊 你心里头就不打鼓啊 不怕到时候后悔啊 不后悔 为啥不能后悔呢 万一他像你之前的那个你老伴似的 又败家又打麻将又这那的 把钱都花了 你不担心吗 我不担心他 为啥呢 他愿意玩小麻将也来玩去 他愿意 他也不可能像我媳妇 从那一玩一来玩弄熟 你认为他不是那样人 不是那样人 这可让大妈吓猛逼了 虽然俩人经历了孤单的苦 但是一个月就结婚隔水 谁也收不了 那大妈就好奇了 这老头嘴这么甜目的性明确 是不是情场高手 那我要好好问问 不能再掉进坑里了 哥你看几个了 我问一下 我算你是第二个 嗯 那头一次他没想 是你没想到 你那人没想到 他来了之后啊 说的心里话 他整个工要三万块钱 那我要是管 你要五万块钱呢 我给呗 有钱呗 我不是要 你要三万你不给 你这个要五万你就给 不是 不是你这玩意 咱俩就说吧 我就想到我 我想到你了 就他我没想到我 真的说笑 阿姨说笑我 其实是 我是说笑 你对于这方面 是没有这么多要求的 对 你两个人呢 不管你就是你五万五 你五十万到最后 不都是我的吗 或者是我走了之后 都不都是你的吗 是不是 两个人总得有人先走 比如说 又是咱俩成的话 你看人家 你看人家 人家想得通 想开了 这是真正的过日 想开了 想通了 这可说到大家心里了 这可不是我想找的老伴吗 这就是 我就是要娶你 这么好的女人千年一月 我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她是真的回国家日 过日 挺好 你从哪看出来的 从演唱局里 也不要去这 也不要去哪 她越不要去她 越给她买人 哎呀 我就觉得 我有这么优秀吗 哥哥 就对我太认可了 怎么都行 你怎么都行 你咋的都行 反正你说了算 这家以后 就她没什么 退休金 还有先打分的工 钱都给我 以后你说咋的就咋的 你咋的都行 那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我是挺好 哈哈哈 有点太好大劲了 那大妈也是被大呀 赤诚的心给打动了 那谁经得起 狂风暴雨般的事案呢 但是大妈心里犯提过 为啥这大哥 要这么着急登基结婚呢 这结完婚再后悔 那可就丢人丢到老娘去了 大爷这不要脸的劲 终于是打动了大妈的心扉 但是大妈怕被这老头给骗了 决定回家跟儿子商量商量 大爷表示可以等待大妈 与儿子的商量急过 并且从来不请假的 他决定明天请假去阿姨家串门 这不要脸的劲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还得回去跟儿子说一声 因为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你跟儿子公主都不在身边 我还有个儿子 对阿姨得跟儿子就说一下 我姐说妈妈再婚之后找啥样子 咱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啥情况了 这大妈就是压根就没看上大爷 可是大爷太不要脸了 大妈又没法拒绝 只能处此缓兵之计 但是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妈好好考虑考虑 这大爷说实话是真的挺好的 无非就是长得老了一点 好了我是爱姐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